作者,烟花惹笑,眼波,一刀苏苏,一种侃侃,口气之作,千学。 第十九集 那,你究竟是否和天尊门的人勾结了? 战青城没有立即答应,反倒是盯着他的小脸,看得仔细。 凤九儿淡然迎视他的目光。 其实,我也不知道救我的人是什么人,不过好像真的听到有人叫尊主。 呀,他们家的尊主,晚上也要洗我的血,就跟九皇叔你一样。 凤九儿看似随意,事实上,没有错过战青城脸上每一个表情,可事实上,他脸上根本一点表情都没有,甚至,听到他的话,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。 究竟是藏得太好,还是说他真的不是地乌鸦呢? 凤九儿歪着脑袋,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,继续追究下去,对他没有半点好处。 忽然,九儿一把抱住了战青城的胳膊,轻轻摇了摇。 九皇叔,我真的是被冤枉的,你就救救我吧。 你看,今晚幸好他们给我放了血袋,我才侥幸逃过了这一劫,要不然,我真的会被他们打得满身是血。 这么多的血,要是多给九皇叔你吸掉,那多好啊。 被打得白白没了,好浪费的,是不是啊。 占青城,垂毛看着抱住自己手臂的女孩,这丫头,马屁精的功夫学得倒是不差,就可惜轻功太差了些。 无妨,我看你这身子,血还是挺充足的。 凤九儿睁大一双水汪汪的眼眸。 纳尼? 九皇叔的意思是,这个忙,他不打算帮了。 可是我已经说了,那夜救我的是九皇叔的人,九皇叔要是不承认,那我算不算是犯了七军大罪啊? 听说那个什么剑天府,是直属皇上管理的,也就是说,他的供词会直接呈送到皇上手里。 这么说,和七军真的没有什么区别了。 七军可是要杀头的,到时候我人都死了,谁来给你吸血啊? 这又何妨。 战青城挑眉,似乎不以为然。 本王再找一个便是。 那怎么能? 呃,我的意思是,不好找的啦。 天底下,哪里再能找到一个,如我这般聪明伶俐,听话乖巧,温柔善良,冒昧如花,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,还正巧血液适合你用的姑娘。 啊,真的找不到的,所以,九皇叔可不能放弃他这一味解药,放弃了,会死人的。 不仅他会死,就连凤家也会受到牵连。 战青城,唇角,微微动了下,眼底一抹他看不懂得光泽闪过。 聪明伶俐还算有那么点,听话乖巧。 如果不是时时刻刻,想着从他身边逃离,或许还能勉强相信。 至于温柔善良,温柔在哪里,善良在何处? 呵呵,顶多就是不够坏而已。 貌美如花,呵呵,脸上顶着这么一个大伤疤,他还真好意思如此说。 至于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? 这丫头,知道廉耻二字的意思吗? 九皇叔,请问你这眼神什么意思啊? 奶奶的,怎么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呢? 难道她说的不是实话吗? 怎么能用这种眼神看她? 战青城不说话,长指抬起,捏着她的下巴,将她一张小脸抬起来。 若是这伤疤好了,或许真是个貌美如花的女子。 是啊是啊,我这伤疤要是好了,一定是个倾国倾城,比九皇叔还要…… 算了,比别人都要漂亮的姑娘啊。 和九皇叔比,还是别比了。 人比,人比人气死人,九皇叔这皮囊,神仙都没办法跟她比。 那个…… 凤九儿有点不自在,轻轻推了推她的手腕。 九皇叔,你可以先放开我吗? 这样捏着她的下巴,感觉很怪异呢。 战青城终于放开了她,往床头上靠去。 拖了上来。 凤九儿心里顿时警铃大作,怎么还是要拖啊? 她再一次将自己的手指头伸到她的眼前,这次几乎要凑近她好看的唇绊。 九皇叔,你要吧,我扛得住。 你确定? 战青城不知道为什么,忽然变得这么好说话。 拉着她的手指头,果然凑到了唇边,张嘴啃了一口。 啊! 凤九儿就像是条件反射那般,手指立即缩了回来,甩了半天。 啊,疼! 咬得这么用力,疼死了。 怕疼还敢上来。 男人眼底蹚过一抹似笑非笑的光泽,凤九儿一脸委屈和不甘。 你故意的? 嗯。 她倒是大方,一点都不否认。 食指痛归心,凤九儿疼得,眼角都沾上了一点点泪花。 九皇叔,你不就是要吸我一点血吗? 吸血就吸血,干嘛每次都,都要脱衣服呢? 她要是真喜欢她,那还说得过去。 但九皇叔看她的眼神,分明没有一点点属于男人对女人的冲动。 既然这样,干嘛还要欺负人? 本王高兴。 这还需要理由? 这还需要理由? 九皇叔高兴就了不起吗? 是。 毋庸置疑。 凤九儿真想一个巴掌在她脑门上敲下去,可是,没胆量。 打了九皇叔,大概要横着离开九王府了,被抬着出去的。 可是,她才不愿意听她的。 九皇叔,要不我将手指头割破,你别咬我,你就吸血,可以吗? 已经很委屈了,为了给她解体内慢性的毒,一直要奉献出自己的鲜血,可不可怜啊。 战青城却似乎已经没了耐性,长袖一挥,凤九儿就像是被人点了血一般,咚的一声趴在了她的身边。 她伸手去解她的衣裳。 九皇叔,只是吸个血,有必要把我的衣服,啊,衣服扒掉吗? 她手脚无力,想爬起来却一点力气都没有,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心里很久了。 别,别,九皇叔,你,你根本就是故意的。 嗯。 第二次说她故意,她也是第二次坦白承认。 什么招数都不行,凤九儿要抓狂了。 九皇叔,你,你,你就是个色鬼。 色鬼? 这词倒是有点新鲜。 战青城沉思了片刻,终于点了点头。 呵呵,本王,应该是的。 大掌一挥,只听到撕拉一声,上好的一件丝绸衣裳,就这样被她一分为二。 凤九儿紧紧握着拳头,无力反抗,男人轻身靠近压在她背上,薄唇落在她的肩头,肩上一阵刺痛。 她委屈的小嘴一扁,差点就哭了。 等她以后练好了上乘的武功,等她比九皇叔厉害的时候,她一定也要将九皇叔扒光,然后趴在她的身上,咬她,咬她,咬她。 啊,好疼啊。 女孩坐在身旁不远处,因为没有什么力气,只能勉强揪着被子,连床都下不去。 战青城浓郁如墨的剑梅,微微轻醋,一丝不耐烦。 看到她这模样,小丫头哭得更厉害了,甚至有放声大哭的趋势。 你到底要哭到什么时候啊? 给了她这么好的内力,不抓紧修炼,哭什么? 九皇叔欺负人。 凤九儿抹了一把眼泪,眼角偷偷瞄了她一眼。 九皇叔是真的不耐烦,对女人的哭声有点抗拒无力。 想着一脚将她踹飞出去,但她刚才才给她提供了一点鲜血,助她练功驱毒,现在就踹飞,好像有点不仁义。 你到底想要什么? 终于,好耐性快要宣告彻底结束。 我要让九皇叔,让人和见天府的人说一声,那天晚上救我的是九皇府的人。 就不怕皇上怀疑本王与天尊门的尊主有关。 九皇叔一定可以远过去的吗? 但是,对方没有回应,闭上眼,打算继续运功。 她眉心再一次拧起。 她的额角清晶,隐隐暴露。 准了。 谢谢九皇叔。 凤九儿一抹眼泪,开心地立即往床下爬去。 可是没想起来,九皇叔刚才才给她输送了内力,现在她浑身的力气还没有调整过来。 咚的一声,这下真的哭得很凄惨,疼的。 湛青城有点无奈,盯着趴在地上,上半身衣上还在凌乱不堪的丫头,想闭上眼睛不理会,可最终还是浅叹了声。 长袖清浮,他人便落在了他怀里了。 如此不让本王省心。 随意扯过被子盖在他身上,便将他丢在一旁。 他闭上眼睛,薄唇微动。 睡觉,要不然。 本王再吸一次。 那会再给我一份功力吗? 凤九儿之前算了算,觉得这个买卖其实还挺划算的。 事实上,九皇叔每次只要那么一点点血,也就那么几滴。 可是每次吸完,他都会给他输入一份内力,就如今晚。 如此内力,要是多输送十次八次,他敢保证自己学起轻功来,那绝对是事半功倍。 睁眼瞥见他一脸期待的小模样,战青城隐隐有一种脑仁发疼的感觉。 这丫头,竟然惦记上他的内力了。 睡觉。 九皇叔,你这么凶,将来会娶不到媳妇的。 凤九儿白了他一眼,趴了下去,闭上眼睛休息了。 等明日早上醒来,九皇叔那份内力就会被他彻底吸收,他的功力又会增长几分。 好耶,得来全不费功夫,只费一点点血。 不过,下次能不能别再脱他的衣服了? 责鬼。 一本正经占人家便宜,哪有这么可恶的人? 陷入了梦乡那一刻,小丫头薄唇动了几下,喃喃自语了几句。 坏蛋九皇叔,乖乖听话,饶你不死。 哼,哼,要乖乖哦。 那个正在运工的男人,帝恩家依次睁开眼睛。 这次,终于忍不住拿袖子将他唇边的哈拉子擦去。 人人都怕他战神九王爷,可这丫头竟然完全不怕, 就连在梦中都想着逆袭欺负他。 哼,还真是让人头痛。 今天居然和九皇叔一起用早膳,好神奇的感觉。 听说,人家想要见九皇叔一面,就已经很难了。 可他呢?不仅和他一起睡觉,还和他一起吃饭。 如果可以要到他的签名,拿到市集上去拍卖,会不会很值钱呢? 万一他的字,很难看怎么办? 唉,长得倾国倾城的九皇叔, 写出丑得惊天动地的字。 凤九儿被自己脑补的画面给逗得腔到了,一连咳了好几下, 直到一只大掌落在他的背上,轻轻拍了几下, 他才终于缓过一口气来。 凤九儿吐了一口气,轻松了。 周围的人却看得一个个目瞪口呆,眼珠子都快要滚了下来。 九王爷,一向冷傲不羁高高在上的九王爷,竟然给一个小丫头拍背。 这种事,该是九王爷做的吗? 可是九王爷做起来,竟是如此……自然。 九皇叔,你别忘了昨天晚上答应我的事情啊。 这件事情,凤九儿一直惦记着。 嗯。 九皇叔没有看他,低头喝粥。 那你什么时候让人去见天府说? 凤九儿还是觉得不保险,必须要再要个时间的承诺。 等会儿。 嘿,九皇叔你真好,来来来,多吃点。 将自己剩下的那碗推给他,凤九儿便不再看他了, 对着不远处的花花草草,一掌击了过去。 卧槽,果然厉害了。 一掌就能将花盆击碎。 以前他们学习鼓舞,内力是最难修炼的一项。 像这种隔空以内力伤人的招数,大部分人休息一辈子都学不来。 他只是要了九皇叔短短两日的功力,既然就可以了。 回头,他笑得眉眼弯弯,正要说什么, 却忽然发现周围的气氛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 本集播讲完毕,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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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